小盘股的估值难道真的就会这样被颠覆吗 在上个周末国九条提出要严格退市标准 大力出新僵尸企业 结果引发了市场的过度解读 前两天微盘指数大跌了18% 上千只股票是连续跌停 搞到昨天晚上证据会赶紧回应 表示说目的是为了精准的出清那些劣迹 既差的风险公司 而不是说要针对小盘股 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 今天微盘指数终于是暴力反弹了9% 股民们这两天是结结实实的 做了一把过山车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引起这么大的恐慌呢 反正我感觉吧 可能是因为投资者心里默认了两个误会 第一个误会是默认了 所有的小盘股都是劣迹股 既差股 就算里面有好人 反正散户也分辨不出来 那不如就一律当做坏人了 第二是默认了 要是买到了造假股退市股 就一定会血本无归 得不到任何的赔偿 这个误会是怎么造成的呢 可能是在出台处罚机制的同时 没有相应的明确补偿机制 就好比是我走在路上 被抢劫了 最后呢 法院给那个抢劫犯判了三年 但是却没有判他要把钱还给我 那我肯定害怕嘛 那以后但凡有人离我近一点 我可能都会觉得他是个抢劫犯呢 当前的市场急需改善上市公司的供应质量 改善供求关系 严格退市标准这个事情 我举双手支持 但是呢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 相应的明确补偿机制呢 比如说 可以参考一些发达市场嘛 退市呢 由交易所提供少量的补偿 财务造假呢 由上市公司提供大量的补偿 投资者交易盈亏自负 没问题 但至少不能被骗了抢了吧 有基本的保护 才有勇气进场 那至于说小盘股的估值体系 会不会崩塌呢 反正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夸张 因为本来大盘小盘 对应的就是两种策略嘛 大盘对应的是高胜率低赔率 小盘对应的是低胜率高赔率 在几千只小盘股里面 选到机油股这个事本来就很难 因为盘子小不是业绩差的原因 而是业绩差的结果 业绩好一点 早就不是小盘股了 而那些对于自己的能力 有信心的投资者 则是希望能够在 上千只小盘股里面 选到几只前途无量 市值能从几十亿涨 到上千亿的公司 那么在新规出来之后呢 这个策略也不会改变 难度也不会改变 只是说选错的成本 会相应的提高了 所以说呢 感觉大家也不必那么恐慌 但是啊 散户最好还是相应的 完善一下自己的 纠错止损的机制 千万不要因为一次错误 就耽误几年时间 甚至被踢出场外 每句话都能影响我们的会议 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 通过了包含三百多项 措施的重要决定 并且公开了会议公报 那这个会议公报里面呢 主要是关于咱们国家 未来战略发展方向的 一些描述 信息量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文字就比较的官方 看着可能会有点累 那我就试着 用大白话给大家画了五个重点 来给大家做个汇报 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 会议提出 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 在扩大国际合作中 提升开放能力 这个事实上呢 直白点说就是 咱们呢 是个十四亿人的巨大市场 谁对咱们好 咱们就买点东西 第二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协同推进降碳 解污扩率增长 这里面呢 就包含了对新能源的坚定支持了 光伏新能源车 其实我们已经是领先了 但是还要继续搞 不光是为了环保 也还要让它们成为增长的动力 第三就是要坚持 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就业优先政策 社会保障体系 生化医药改革 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 用大白话来说呢 就是收富人的税 帮穷人找工作 进一步的降低医疗费 以及花钱鼓励生育 减轻大家养孩子的负担 要尽力把财政支出 往福利方面去倾斜 但也是要在钱包允许的情况下 量力而行 所以那怎么才能充实财政钱包呢 一方面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 提高财政杠杆 另一方面呢 就是在适当的时机研究富人税 像什么高收入税 资本利得税 房产税 遗产税 这个什么移民税等等 还有第四个重点就是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双向流动 缩小城乡差别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这话其实2022年农村工作会议上 就强调过 为什么呢 城乡要素的核心是什么呀 主要就是土地人口和资金 过去是什么情况呢 乡村往城市单向流动 导致城市缺少土地 乡村缺少人才和资金 却有大量的土地得不到开发 而如果破除城乡壁垒的话 就可以解决这些发展矛盾 具体落实下来呢 估计可能会有一些户口合并 产权合并 以及引导乡村投资建厂 等等的配套措施 那最后一个重点就是 毫不动摇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保证各种所有制 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这个呢 跟统一大市场 以及金融改革结合起来看 就越来越明确了 公有制保底 私有制拉动的模式 在市场经济中 民营经济才是主体 效率会远高于国企 那金融系统就应该平等的 给到民企和国企资金支持 不能只看信用背书 还要看他们的增长潜力 而统一大市场 也要有统一的监管标准 地方行政不能给民营经济设置障碍 也不能宽于绿工 严于绿死 国际金价又创历史新高了 到底还要不要买呢 今天现货黄金 涨到了美昂斯2144美元 期货呢 涨到了美昂斯2150美元 反正都创了历史新高了 那你说黄金为啥最近涨得这么好呢 因为美元的加息快要结束了 即将要进入到降息周期了 所以呢估计有一些资金 开始提前炒作这个预期 那黄金呢 历来被看作避险资产 当出现地缘政治紧张 高通胀 或者是主要货币降息的时候 黄金的价格都会出现飙升 那我们知道美元是世界货币嘛 所以呢 黄金跟美元之间是形成了 翘翘板的关系 你涨我就跌 你跌我就涨 那今年呢 按照美国最新的通胀跟就业数据 美联储大概率不会再加息了 上个礼拜五 虽然美联储主席还在说 现在谈降息太早啦 但是呢 华尔街就是觉得 美联储可能明年三月份就要降息了 这个降息的预期就带来了美元的下跌 所以呢 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就又飙起来了 之所以说又是因为 今年十月份黄金已经涨了一大波了 那会儿呢 虽然美联储还在加息啊 但是呢 中东爆发了八亿冲突 地缘政治跟避险的买盘 推动了那一波金价的走高 所以说呢 影响黄金价格走势的因素 还是挺多挺复杂的 那回过头来看这一轮金价的上涨 从2022年11月份的1629美元 涨到现在的2144美元 这已经涨了32%了 那你说现在投资者还要不要买黄金呢 短期来看黄金的走势啊 其实华尔街的确是在看多的 瑞银就预计说 黄金的价格在2024和2025年 还会继续创新高 还有国内机构预测说 假设十年起美债民意利率 回落至3%的情况下 那么最乐观的预计是 将会带动金价上涨到 美昂斯2500美元 虽然机构们都很乐观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 关于黄金的投资有两条规律 第一就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黄金投资的收益真的干不过股票 从1970年以来 美国股市的平均年回报率高于11% 而黄金的年回报率是4%左右 标普500指数从1920年到2020年 涨了179倍 而同期黄金只涨了82倍 还有第二个规律就是 买黄金择时很重要 因为黄金的波动挺大的 比如说你要是2011年 买在当年的高点上 那么对不起 2020年你才刚刚解套呢 但是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 由于石油危机和高通胀 经通胀调整后 金价的涨幅在那个时候高达7倍啊 所以说呢 买黄金真的是买卖点选好了 才能挣钱 此外呢 近几年各国央行早就开始 大规模的加仓黄金了 2022年 全球央行增持黄金储备 达到了历史新高的1136吨 那今年的前三个季度 比去年同期又增长了14% 我国央行为了保证外汇储备的安全 也是一边减持着美债 一边增持着黄金 今年的前三个季度 我们增持黄金超过180吨 当然了 各国央行买黄金的原因 肯定不是为了赚价差嘛 大概率看重的是 未来全球经济割裂 和不确定预期之下 黄金资产的避嫌属性 而对咱们中国来说 未来人民币是要走向国际化的 黄金也将会作为支撑 人民币信用的国际硬通货 所以说呢 短期来看 现在投资黄金 大概率还有一定的空间 那你说什么时候得卖呢 有分是说了 当黄金屡屡出现在新闻头条的时候 就需要谨慎了 那你说我从现在开始 长期投资黄金不行吗 这个真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了 简单来说呢 如果您看好未来美国降息 美国经济软着陆 中国经济复苏 那股票当然更香 万科今天又爆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加入万科长达15年的老将 现任万科济南公司的总经理肖静 已经确认被警方带走调查了 对此万科紧急回应 说是他个人的原因 但股票市场不管你那么多 依然受到了强烈冲击 截止收盘万科股价大跌了5点多 爆7块5毛8 已经再次创下了8年多来的新低了 而22万科06等等多支债券的跌幅 也已经超过了3% 跟高点的位置比起来 债券已经近乎腰斩了 而股票已经是膝盖斩了 现年55岁的肖静 在业内真可以说得上是风云人物 92年就进入到了地产行业 先后在北城 华远 当代集团 远洋地产待过 2009年的时候 毛大庆专门把他从远洋地产挖过来 担任万科北京副总经理 而这位老哥呢 也确实很给力 当时京城房地产圈里 都管他叫老江 据说呢 在他眼里就没有卖不动的房子 毛大庆带着他一起 从2010年开始 是连续四年销售额超过百亿 尤其是2014年 更是力压金玉首开等等地头蛇 拿下了榜一大哥的地位 2014年的12月 肖静调到了沈阳万科当总经理 他在上任的时候呢 写了一篇文章 发在沈阳万科的公众号上 他说 我个人的性格呢 是不能接受第二这个排名的 而他确实也真是说到做到哈 2016年 沈阳万科的销售额就超过了百亿 成为了年度的销冠 并且呢 在17年 18年 继续蝉脸 到了2019年 肖又去了济南当总经理 2020年 济南万科就157亿的销售额 拿下了头名 并且在2021年蝉脸 但是随后的22年 23年就开始露出颓势了 下滑到了第二位 到了今年前三月 已经调到第七的位置 那么在这次 他被调查之后呢 万科石家庄的董事长金亚斌 火速接替了肖静的位置 应该也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不得不说哈 万科这两年 真的是在走逆风派 股价跌跌不休 在宝安大战时 作为白衣骑士进来的深圳地铁都已经亏了几百个亿了 债券呢 也是接连大跌 100元的面值的债券最低的时候甚至只有50块钱 而前不久 万科总裁郁亮 又被原来的合作伙伴被刺 烟台十来家公司联名举报 指控郁亮 利用万科的品牌优势 在全国范围低价拿地 以房地产为掩护从事非法活动 而获取的资金 则通过影子银行体外循环 最终进到了高管的个人腰包 虽然说万科随后坚决否认了这些指控 但这些举报者的身份都挺特殊的呀 人家都是和万科曾经在地方上有过股权合作的 比如说领头的那个烟台百润之业 2017年10月跟万科和 芯片企业怎么就见到关门潮了呢 几天前TCL旗下的模型半导体宣布解散了 这是今年即OPPO解散了折库 极力终止了新机魅族之后 又一家知名的企业解散了自研的芯片团队 有媒体统计 说是成立不到五年就解散的芯片公司 都已经超过一万八千家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对中国企业来说 造新的理由只有一个 但是放弃的理由有无数个 像TCL 它的电视销量第一 但它没有画质芯片 得跟联发科买 李东生想破局 就成立了模型半导体 两年来TCL一直在给模型书写 2022年财报 TCL的营收1666亿 净利润只有2.6亿 赚的也是个辛苦钱 电视的成本里面呢 除了屏幕之外 第二大块的就是芯片了 再看联发科的财报 2022年的营收1200亿人币左右 利润260多亿 营收只是TCL的三分之二多 但是利润却是它的100倍 也难怪李东生横下心来要干芯片 但为啥干了两年就放弃呢 有人说是因为人工成本太高了 说整个公司45%的员工 月薪在39000到55000之间 但这公司就100来人 就算50个人月薪4万 一年算下来 人工成本大概在5000万上下 感觉单凭这个数字 应该不是致命的因素 更大概率的可能 还是看不到希望 想想像华为这样的硬核科技的公司 从推出第一颗芯片到拿出麒麟9000 据说是用了10年花了5000亿 而TCL是一个家电企业 它也没有相关的技术积累 虽然说从国外高薪引入了人才 但是想突破实在是遥遥无期 当然了很多的企业确实是被钱难倒的 像以前是故事讲得好 有一定的技术和产品落地 就有大资金乃单 但是2022年以来资本市场遇老 多数的半导体企业难以拿钱续命 淘汰出局 凭着血性造星 因着现实落幕 造星热潮也消耗掉了巨大的资源和信心 所以怎么办呢 可以借鉴一下吗 像上个世纪60年代 日本开始芯片追赶 1974年 日本4K存储芯片 只占到全球10%的份额 美国占了85% 这个差距多大呀 紧接着呢 IBM就开始研发大规模集成电路了 这个事儿也是耗资巨大的 日本单个公司肯定有心无力 那后来呢 日本就成立了由政府和企业 共同出自的研究开发组织 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 它囊括了日本所有的大型半导体生产企业 也就是日本电器 东芝 日立 富士通 三菱电机 这五家企业的副总裁 是每个月至少碰头一次 对于重大的事项商议拍板 五家企业还都派研究室主任加入研究组合 保证技术协同 保证技术协同